欢迎收看我们的生活快通 大家好 我是玉琴 那么相信这个很多的 不管是家庭主妇也好 或者是这个上班族 电脑族 常常这个在滑手机的人 最近其实抓宝也抓成 一股非常非常非常热的一个风潮 所以其实我们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年纪轻轻怎么会有 所谓的妈妈手 这个妈妈手顾名思义 真的就是当妈妈之后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 怀孕生了小孩 然后当了妈妈之后 才发现原来妈妈手真的会出现 但到底什么是妈妈手 这个疼痛呢 有时候会麻 有时候可能会痛 有时候是某一个姿势的时候 特别的不舒服 那很多人说 哎 没关系啦 就放着 就不要治疗它 但其实真的 妈妈手放久了之后 其实也会造成很多的一些 严重的伤害跟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算是 疼痛复健科的专家 徐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聊聊 今天的这个问题 好 欢迎我们的 徐洪志 徐医师 徐医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就是妈妈手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一股抓宝的风潮 这个抓宝呢 说实话它唯一的好处 可能真的让很多的家庭可以走出户外 到公园 因为公园最多宝 但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台北的北投公园 吓死人了 那个一窝蜂啊 大家都在抓宝 那也有很多的年轻族群 本来不应该会有所谓的妈妈手的 前一阵子有一个27岁的 就因为天天抓宝 时时刻刻 无时无刻的抓宝 可能不当的使用他的手部的一些肌肉 然后跟他的这个 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不良的姿势 导致所谓的很年轻 就有所谓的妈妈手 到底什么是妈妈手 对 这个妈妈手啊 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手指 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这个生母短肌的肌腱 以及沾母长肌的这个肌腱 那在这个地方啊 因为过度的使用 不当的这个弯曲 造成肌腱在这个附近的这个摩擦 造成这个发炎 所以我们有的人叫做 狭窄性的肌膜肌腱炎 肌腱肌膜炎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滑手机滑出问题来的 就是在这一块对不对 对 疼痛他这个手腕 是到这个上面去 是整个动力链 是 整个动力链 所以他在疼痛的时候 他通常是在这个地方 去呈现他这里的疼痛 所以我们通常在抱的时候啊 手腕如果弯曲的角度太大 太大 然后湿力没有用到这个手肘 手臂跟肩膀的力量 用什么都是用手 都是用手掌的力量 去撑齿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的压力会最大 最大 那事实上这样子大的时候 他造成这里发炎不打紧 就是这个整个地方的动力链 会因为湿力方向不对 而造成疼痛 好 那我们所刚刚讲到的 就是哪一些族群 除了刚刚讲那个3C过度使用 跟不当使用的人 还有很多的真的就像我讲的 妈妈手真的就会出现在妈妈身上 还有哪一些人 其实都有可能会是所谓的这个 妈妈手的一些高危险族群 对 我们像我们常看到的 像厨师 厨师 他拿那个这个 这个 锅铲 锅铲 有时候翻锅啊 这样翻啊 这样子 对 那我们的经验是 那个厨艺越高明的厨师 越容易 因为他因为煮的这个菜越多嘛 经常的使用 过度的使用 过度使用 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说的妈妈 他如果说是因为抱小朋友 这个东西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常常做这个旋转的动作 扭转的动作 洗毛巾吗 洗毛巾啊 或者是做家事 做家事 过度使用 对 所以有时候这个过度的这个扭转 用利用 你没有用这个 适当的这个转的方法的时候 那就会造成这个地方的过度使用 发炎 如果真的长期不去注意 比方说你可能真的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有点不舒服了 但你就想说 没关系啦 这个应该过一阵子就好了 是 就没有特别去求诊的话 长期以来的影响会是什么 长期以来的影响 我们说由下由上 都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手腕不动的时候 我们手腕就会保持在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的时候啊 会造成我们手腕弯曲 不方便 所以有的人久的时候 他会扳机脂会跑出来 因为这个手腕啊 他没有弯曲的时候 没有办法完全的伸展 因为伸展这边就会痛嘛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 妈妈手腕变扳机脂 OK 就扳机脂会跑出来 是是是 那另外一个情形 就是说这个往上 它会造成我们的这个手肘的发炎 的疼痛 或者是手臂 甚至肩胛骨 因为你疼痛的时候啊 手要会做一个必痛的姿势 避免疼痛的姿势 但你就会变长期 会长时间的肩膀会往前伸 往前伸的时候会造成后面的肩膀 的肌肉紧绷 会造成疼痛 所以有时候真的痛到背上去 是有可能的 对就是我们说的 刚刚之前讲过这个动力链 它是整个这样子是上去的 了解 所以其实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点 到最后你真的不去治疗它 变成腺 腺又整个面 哇那就不得了了 到那个地步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发现说 怎么治疗的时间越来越长 那个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了 好然后接着下来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当然讲到这些所谓的 疼痛的一些恶性循环 为什么说它会这样 其实刚刚我们这些话当中 其实有带到一些玄机了 请教一下许一师 其实为什么 包括像妈妈手 我们讲到为什么要赶快处理 就是因为它会产生恶性循环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疼痛恶性循环 疼痛以妈妈手为例 它造成这个手指手腕的这个僵硬跟紧绷 僵硬紧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臂痛 臂痛不动少动以臂痛 因为不动 因为会痛所以我尽量不要动它 我不要去动它 对 少动不动少动以臂痛 那这个东西就会造成我们姿态 动力链的失调 对 比如说以这个手腕这个地方 你会疼痛的时候 那你在血肢在抓东西的时候 你不敢用力 就不敢用力 不敢弯曲也不敢太大力的伸展 怕会这里会疼痛 它就会造成这个动力链的问题 所以有的人就是下面会有扳机制 或者是上面的时候 它会造成这个肌肉 手腕会麻 会紧绷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里刚好有一条神经出来 然后神经浅了出来 所以你长时间这个地方发炎肿脏疼痛 也会压到神经 所以有些人痛到后来会麻 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我就后来发现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 因为小朋友才刚出生没多久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痛到 已经是变麻掉了 然后你就想说 因为我根本没时间去看医生 我连洗澡啊 上厕所的时间都会变得很缩短 就是因为小朋友的一举一动 影响到妈妈 你看看在这里 我要讲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妈妈真伟大 对 妈妈真伟大 但是妈妈手不能不治疗喔 因为这个接着下来 可能又有更严重的问题了 对 然后它就会增加耗能和磨损了 就是我们比如说转一个毛巾 转一个这个 你会用到这里的力量 但是因为你疼痛你不敢用 你会用更大的力气 更大的力气 所以其他的地方 耗能和磨损会增加 了解 那这个东西啊 其实就会造成这个啦 比如说我像主持人说到 妈妈痛得要命 但是又没办法看医生 这个时候就只好找爸爸出去 爸爸又不帮忙的时候 就是愤怒沮丧 这个挫折 焦虑 那这个东西以后就会造成活动力降低 他这个东西啊 比如说要出去看医生啊 这个不方便嘛 那这个东西 他会一直这样继续的循环 我们就称之为疼痛的恶性循环 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注意了 这个如果真的发现有一些 所谓的妈妈手的迹象也出来了 这个时候真的还是 建议早期赶快先去看医生 那医生当然会用一个 不管是药物方面的啊 或者是说复健上面的一个治疗 能够给这个所谓的妈妈手的患者 给一个很好的一个舒缓 然后好 然后再来很多人在讲说 我怎么检查自己 有没有妈妈手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以为意 还好啦 这摸起来一点点 没什么会痛 还是说他对疼痛的忍耐力 是够的 怎么自我检查 对 其实这个我们妈妈手啊 其实早期都可以自我检测啦 看有没有问题 其中两个最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手腕啊 对 就是两只手 两只手 一起一起看 一般通常我们会发生都是右边 通常不会很少两手一起发生 是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可以两手平伸 然后做往下弯 往下弯 往下抬 往下弯 往上抬 那你在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一手上来的角度 好像比较小一点的时候 那这个就必须小心 他可能已经有一点 要神秀了 哦 那这个是第二个是我们可以做 手腕啊 对 把大拇指放到手掌心 手掌心 然后手掌心这样包起来 包起来做这样的动作 哦 往下 对对往下 这样子 这样做就是从这样 从外面中间跟内侧 外面中间内侧 在动的时候啊 看这边会不会有疼痛的感觉出来 伸伸不算啊 酸酸不算啊 可以跟另外一边去做对称 OK 包起来 如果说这样子 两边他的疼痛出现 右边比较大 那这个大概就是早期 可能就是右手的妈妈手 对 那这边如果发现这个的话 就要赶快 紧早就医 或者是自己开始自救 怎么自救 就是我们几个方法啦 对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让他增加循环 我们可以利用热服 热服 然后另外就是用适当的辅具 是 适当辅具带着 所以什么护腕啊 对 然后来做一个这个好的支撑 对对 然后足够的休息啦 足够的休息 因为这种肌腱的这种发炎啊 通常跟休息有关系 对 休息足够 他会修复的比较快 那另外一些像刺激性的东西 比如说炸的啦 这个胭脂类的啦 酒精啊 这种东西尽量不要吃 嗯 了解 好 那再来就是手部的这个 应该说复健的工作 或者是复健的一些自我的运动 其实真的也很有帮助 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来 我们请教一下 我们的这个许医师 教教大家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手部的关节 或者是我们的手部的韧带啊等等 这些部位会更健康 对 我们一般啊 就是做这些肌腱 弯曲的这个肌腱的伸展操 怎么做 那如果说是像我们手腕这里疼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左手啊 压着右手 抓着右手的大拇指 把它轻轻往上扳 往上扳 那往上扳 扳到底的时候啊 他就会牵到我们手腕这个肌 肌腱 牵到这个肌腱 把它这个往上扳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往几个方向 几个方向 几个方向去做牵拉 这是一个方法 像在玩那个方向 那个那个遥控器车的方向感一样 另外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斩母长肌啊 生母短肌 它是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网球 网球 开始对这些肌肉去按摩 这个地方是可以按摩了 按摩到这个疼痛的这个点 停大概六到十秒钟 再换下一个点 这几个地方啊 都可以 那做完之后再做这个肌肉的 运动 OK 因为我们的大拇指跟第二指是最常用到的 我们这个的斩母长肌是连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可以做外侧的 外侧 外侧的这个肌肉的按摩 自我按摩 就是内侧跟外侧都要一起按摩 外侧一起按摩 好 你看这个网球其实真的还蛮好的 如果你自己本身又打网球的话 这个就很方便 没有的话其实是运动 运动材料行 它其实运动器材行 你也可以买一个网球 来自己做这样子的一个伸展的运动 如果已经有妈妈手的话 还是适合可以像刚刚那样子按摩嘛 也是可以 比如说像发炎的肌肉跟肌腱 这些地方 我们当然不要直接去碰触它啦 我们就是利用远端 远端的这个肌肉把它放松之后 这里的肌腱的张力自然就会比较小 OK 那妈妈手会复发吗 如果过度使用会 还是会 会 所以我们在讲 除了刚刚这些运动之外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固定的护目 辅具给它固定 因为我们手啊 如果因为怕疼痛 弯这样的姿势 它其实这个地方循环比较不好 我们会用一个固定的护套 把它固定着 固定起来 固定起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会比较舒服 OK 好 那我们大概了解所谓的 妈妈手形成的原因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的 其实小小的动作 其实大家都可以自己回去 真的好好地来做一下 是 好 那么现在是聊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再继续跟许医师 好好地请教一下 有关于所谓的这个 人体当中 其实有一些疼痛的点 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做 最好的一个舒缓跟治疗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么接下来 我们刚刚在第一段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讨论过 所谓的妈妈手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 过度使用3C 或者是滑鼠 其实这或者是 真的是妈妈 或者是家庭主妇 厨师等等 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失利不当 或长期的使用过度 而有妈妈手 另外呢 在这个很多的 这个游戏的玩家 我相信都有听过 所谓的晚 你知道讲到隧道跟穴道 这两个字 真的是我的罩门 对 再讲一次 晚 你看晚隧道 晚隧道症候群是什么 晚隧道症候群 不是晚睡 不是晚睡 九点就跟小孩一起入睡了 没有 那么早 晚隧道是什么 是 晚隧道 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长的这个中心这里 有一个这个隧道 叫晚睡道 晚睡道 那这个地方 它就是下面 我常讲它的地板 地板就是我们的这些 手掌弯曲的这个肌腱 那它的天花板 就是我们它有一条韧带 横在这个上面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宗神经 这个刚好就是在晚睡到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天花板是这个肌腱 下面的话是手腕弯曲的这个肌腱 所以如果说这个天花板 手掌跟地板的空隧变得比较窄 对的时候 那很容易就会压到里面的神经 压到神经就会造成这个晚睡到正后去 是 那这是一个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们手掌长时间的抓握啦 弯曲啦 这个东西 就会让我们下面的这些肌腱 对 比较变硬 比较弹起来 就像地板变得比较突起嘛 是 然后或者是这个地方 我们手腕啊 这个横向的这个韌带 因为反复的使用 可能因为这样子弯曲 那这个地方变厚了 就天花板变厚 往下压 就会压到神经 比如说有的做那个 初纵的工作 或者是钻地的 钻地进程 叨叨叨叨 这样钻的时候 每天都在用这个部分 它会让这个上面的韌带变厚 是 也会这样 那还有一些情形是我们的是 颈椎 颈椎 因为我们颈椎的神经 是从这个脖子这样下来 一直到手掌的末端嘛 如果睡觉的时候 它姿势不良 姿势不良 这样弯着 这样晚上拉一个晚上的 这个神经的时候 这个神经就容易受伤 有人会这样睡觉吗 我们睡觉的时候 有的人是喜欢这样 就是放在头 放在头后面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你就这样压嘛 对 然后这样起来的时候 早上手就会麻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跟脚底的 早起痛苦的第一步 我们叫足底筋膜炎 早起来痛苦的手 我们叫做这个 晚睡到正后去 是 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 很常见的原因 那它的这个症状 这个症状 大概会是什么 对 它的症状 其实非常的典型 如果说是单纯的晚睡到症后群 就是第一指 第二指 第三指 第四指的 这一半 的这一半 到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的这个地方 对 第四指的这上半 就是一二三跟四的这一半 是 会麻 会麻 那但是手掌心不会麻 手掌心不会麻 手掌心不麻 这是我们说 一二三四这个地方 然后手掌心不会 手掌心不麻 这是典型的晚睡到症后群 当然有些人刚压到的时候 他是第一指跟第二指 会比较麻 或者是二三比较麻 那但是如果说 有的人是颈椎也有问题 他就手掌也会麻 这我们临床上 会做这样的区分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好 手掌 手掌的胖胖 我用我用台语讲 他的症后群 好怕讲那三个字 晚睡到症后群 好那要如何的自我的检查 自己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 这样子症后群的一些 高危险族群 要怎么自我检查 对 第一个就是看这个麻的症状 通常这个都是睡觉 因为我们这样拉扯 睡觉起来最麻 然后手这样甩一甩 挥一挥 就会比较轻松 就好了 这个就是第一个是比较像 那第二个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晚睡到这个压迫的 症状神经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手指头 轻轻去敲 轻弹它 轻轻去敲啦 去拍 看它会不会有手指尖 麻麻刺刺的感觉 如果有的话 对 如果有那可能就是 好 那第三个啊 我们很多病人都是在家里面 吃哉念佛的时候发现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这样 这个地方长期的 是被撑开的 对 它这样拜拜 这样拜拜啊 这样拉着的时候 它说拜完以后手会麻 会这样 或者是我们会用这个方式 去做 如果到三十秒的时候 它这个手麻的症状要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早期的 晚睡到的症候群 OK 好 那要怎么样来预防这个部分呢 就是尽量手不要这样子弯吗 过度的不要弯曲吗 不要过度弯曲以外 再来就是姿势 脖子的姿势也很重要 另外就是睡觉的时候 我们尽量就是手可以让它固定 不要这样弯来弯去 不要弯来弯去 对 那还有就是我们自我预防 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平常可以 就像弹钢琴这样 高发度 一直伸展 伸展的话就是强迫让我们这个 肌腱让它变得比较平整 就贴在这个 就不会像地板或天花板 往上或往下这样子 就是把它展开展平就对了 对对 把它这样子展开展平 这个可以让我们的手指的正宗神经的这个地方 它有更多的空间 OK 再来我们请教一下 就是说关于手部的这个复健的运动 其实很多 然后那我们请教一下这个许医师 在我们整个所有的这个手部的这个 复健伸展的动作 除了刚刚所介绍的那些网球 其实可以来做以外 还有哪一些动作是可以自己做的 其实我们这里除了这个这个趋肌 因为我们这个是趋肌 弯曲的这个肌腱的伸展 其实它就是遵循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原则 就是反向螺旋伸展 反向螺旋伸展 比如说我们在打字也是一样 常常这样打字 造成这个地方去压迫 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反向 伸展 螺旋 反向螺旋 就是反向螺旋 反向又螺旋了 反向螺旋 然后伸展 伸展 OK 反向螺旋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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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图 介绍的这个意义 因为我们手腕是经常是这样 所以你要反向螺旋 然后做伸展 是 反向螺旋伸展 或者是往上也可以 往上也可以 反向螺旋的伸展 好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讲的 趋肌的这个伸展操 OK 这个是所谓的腕穴道 就是手腕的穴道 手腕的穴道的问题 是 还有别的穴道吗 其实我们手腕 有两个 有两个隧道 一个是腕隧道 腕隧道 一个是此神经的隧道 这个又是什么 那此神经的隧道 跟腕隧道是很类似 很类似 只不过这个此神经的隧道 它的这个麻是 第四指跟第五指 刚刚有讲 腕隧道的它的麻是 一二三四的这边 到这边 但是后半部又有另外一条 后半部的话是这个地方 这里很容易压到 这个就是此神经隧道 这个怎么形成的 这个的话也是一样 这个反而是这样 我们比如说 常常在使用这个 这个是什么 鞋字吗 鞋字啦 或者是我们说这个 拿这个摇杆 是用这个手指做支撑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常讲电话 手肘这样子撑着 手肘这样子撑着也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此神经 是从这个地方过来嘛 到这里 所以如果长时间的弯曲 常弯曲的时候 讲久了 这个手指头会麻 或者是靠着的地方 靠着的地方会造成这个麻 所以此神经是这里 跟这个地方很容易压迫到 它主要的症状 就是这两指 对 第五指跟第四指的下半 第四指的后面下半 对对 OK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这个 虽然是两只手 然后两个手腕 其实它还有分很多很多 不同的问题点 不管是刚刚讲的这个什么 妈妈手也好啦 然后再来这个腕隧道也好 我有没有讲错 没有 腕 腕隧道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指神经隧道 那当然其实平常就是 再讲一次那个口诀 就是反向螺旋伸展 这个动作其实真的 不单单只是 刚刚所讲的那些患者 他是可来做使用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动作的一个伸展 一般人是平常都可以 建议这样做 对 我们平常就可以做这个 反向螺旋伸展 反向螺旋伸展 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 是一个很好的调整的方式 那如果刚刚所讲的 不管是什么妈妈手啦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腕隧道 如果他真的没有 特别去做治疗的话 会自己好吗 这个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时候 它会越来越严重 那越来越严重的话 我们会发生 这个手指头会很麻 我们有很多患者 他是因为什么 这个如果是在左手 吃饭的时候 就不耳朵 腕扶不住 就拿不动 以为是中风 其实是腕隧道压迫 因为他们都觉得 好像是指尖的末端 那如果麻的时候 其实是跟心血管方面的 其实有关 另外有的是吃饭 会掉汤匙 掉筷子 吃了因为这个伤害 没有力气拿不稳 所以一般我们有的是 长辈被家属带来 就是说他拿碗拿不稳 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 这个筷子 汤匙会掉 去跟他检查 这次倒是碗隧道的压迫 然后再去探究 可能真的因为长时间的 玩电脑 然后或者是说 姿势使用不良 然后再来真的有可能是因为 太晚就医才会发现说 原来到最后他是真的 手指都没有力气了 对 OK 所以要特别小心注意了 所以刚刚所提到的这些 不管是这个妈妈手 或者是我们的碗隧道 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是 齿神器 那这个部分呢 真的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这几个问题点 其实没有好好的处理 然后没有及时处理 然后再加上你真的 有过度的使用的话 可能真的会导致 更严重的一些后果 要特别小心了 好 我们先暂时跟许医师 聊到这个地方 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 这个从我们的手部开始 那双手真的万能 但也因为它万能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 你都会仰賴你的双手 那么久而久之 当你使用过度 或使用不当的话 可能这会造成一些 所谓的运动上的伤害 或职业上的伤害 好 那么刚刚提到了 手腕的部分 讲完了 走隧道 走隧道 隧道 好 走隧道是什么 是 走隧道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 齿神经 我们守三条神经嘛 然后神经 正宗神经 齿神经 那就是这个齿神经 在这个地方 刚刚我们刚刚在前面一段 有稍微讲了一下 对 影响第四指跟第五指 对 影响第四跟第五指 那这个地方 其实有的时候 有的是因为过度的使用 或者是撞击碰撞造成 其实我们小时候 应该都有玩过那个游戏啦 就是手弹这边 手会麻麻的 麻麻的 对 国外我们叫做方妮蹦啦 很好玩 有趣的这个骨头 你跟他敲的时候 他会这里麻 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 那个齿神经经过手肘的地方 是 那早先这种疾病并不多啦 在我们十几年前看 其实还好 都是运动选手 比如说投球的啦 或者是这个反复的弯曲手肘 在举重这一类的 那但是这十几年来 因为手机的盛行比较多 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手机肘 手机肘 因为讲手机就长时间 一定要这样吗 这样子玩 有人一边开车 一边那个手就放在这个地方 喜欢放在窗户旁边 就这样子压迫的时候 这样弯曲再加上压迫 造成这个手肘的隧道 空隙变窄 压迫到我们的齿神经 就会造成手的麻 那手的麻就是 特色就是在第四指 第四指的下半 还有第五指 这个地方会麻 那另外走神经还有一个特征 它的这个神经 是从这个地方到手掌 它到我们的手掌的掌心 的这个指尖的这个肌肉 就是每一个指头中间的这一块 对 指尖的这些肌肉 是我们的这个齿神经去管的 所以变成说 如果走隧道症候群的时候 它的有时候抓东西会抓不稳 没有力气吗 比如说扭毛巾 它没有办法抓稳的再扭 或者是拿碗的时候会拿不稳 常常会造成这样 以为是中风的这个误解 是是是 所以要特别小心了 好那当然也有所谓的这个 舒缓的运动了啦 对不对